第231集 五长龙 华灯初上 一老一小坐在石桌旁 简单的四盘小菜 全都是唐州本地最有名的菜 但是呢这里却坐得早就没有家乡的味道了 味道如何 侯爷指着面前的菜问墨小鱼道 嗯 味道不正 墨小鱼实话实说道 他早就看出来了 这个老头在这里肯定是个大人物 自己要想安全的出去 非得这老头点头不可 虽然有老乡这层关系 但是如果谈的不投机 那也是完蛋 那既然如此 老头肯定听惯了好听的 而且呢也难得会有人逆着跟他聊天 说真话的人会越来越少 没错 时间太久了 早就没有家乡的味道了 连佐料都凑不及 怎么会做出原滋原味的饭菜来呀 侯爷叹息道 啊 老爷子 如果还有机会再来巴黎 我回去好好学这几道菜 到时候我会来为老爷子做一餐 正宗的家乡味道 墨小鱼说道 好 小子 你可要记住你的承诺哦 侯爷很高兴地说道 本来啊 说吃完饭就回去 但是呢 吃完饭接着喝茶 而且要见自己的人呢还没来 自己也不能走 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 才听到门口有脚步声传来 侯爷 等极了吧 一个低沉的声音在黑暗里传来 墨小鱼明白 这个人才是要见自己的人 一个中年人 看上去不险山不漏水的 墨小鱼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人要见自己 都处理好了 侯爷手里盘着两个大核桃问道 处理好了侯爷 谢谢了 客气了 好了 你们谈吧 侯爷淡淡地说道 然后自己慢慢地走向了 一个黑暗中的房间 墨小鱼看着这个中年人 一脸的疑惑 中年人走到了石凳上坐下 指了指对面的石凳 示意墨小鱼也坐下 此时啊 墨小鱼又听到了一个 缓慢的脚步声 在向这边缓慢地移动着 你是墨小鱼 对啊 是您找我 墨小鱼问道 对 我找你来呢 也没有别的什么事 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 武长龙点了一只烟淡淡地说道 你的东西啊 我 我什么时候拿过你的东西了 墨小鱼虽然这么问 但是呢一下子就想到了那只 成化豆采葡萄文高足杯 他以为这人是来黑吃黑的 在昨天的银塔餐厅门口 是不是有个女孩撞了你一下 你可能不知道 他在你身上放了一个东西 你找找 还给我 武长龙依旧是不紧不慢地说道 啊 放我身上东西了 墨小鱼一听这事一想 的确是有这么回事 赶紧地里外地就翻了起来 果然啊 在自己的内兜里 找到了一个闪着红点的钥匙 于是拿了出来 放在了桌子上 此时啊 武长龙向黑影里看了看 一个人影慢慢地挪了出来 看得出是个女孩 但是呢穿着套头衫 墨小鱼看不到这是谁 这人影呢走到了桌子前 拿着那把钥匙看了看 朝男人点了点头 谢谢 武长龙站起身 说了句谢谢就完事了 直到武长龙离开之后啊 侯爷才又出来 这么着吧 我找人把你送回去吧 你在巴黎还要待几天呢 侯爷问道 估计还有几天吧 老爷子你有事啊 墨小鱼问道 也没其他的事 有空的话来陪我喝喝茶 拿着这个东西 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侯爷伸手递给墨小鱼一个东西 墨小鱼不知道是何物 但是呢 既然人家愿意给 自己也不好拒绝 于是就接了过来 入手很沉啊 但是这里光线不好 感觉像是一个铜铁之类的东西 还带着老头的体温呢 墨小鱼和侯爷告别之后 跟着他的手下出了门 上车之后 离开了唐人街 墨小鱼先是给苏菲 打了个电话询问 别自己回去了 这俩人在画廊等自己 那就麻烦了 喂 苏姐 你们回去了吗 上帝啊 你可算是回电话了 我们还没走呢 在画廊呢 你在哪里啊 好 那我待会儿去找你们 墨小鱼说道 此时啊 他没注意到 在他们的车后面不远处 有辆车一直都在跟着他的车 不远不近 距离刚刚好 开车的是五长龙 后面坐的是白鹿 五处 你怀疑他和苏菲那伙人有关系 白鹿问道 不好说 国内的调查还没回来 但是这个人怎么就和苏菲 打上关系了呢 哎 白鹿 你还可以吗 五长龙问道 我没事 很好 杜棱丁不能常用 你还是要小心点 新改生的事我还在查 放心吧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是我们的规矩 不留死角 五长龙说道 我知道 白鹿淡淡地说道 我问过侯爷了 这个人还要在巴黎待几天 你想想办法 看看能否接近这个人 如果不能查清这个人在巴黎的一切行为 结合国内的调查 我们再进行研判 五长龙说道 好 那我从明天开始跟着他 白鹿说道 莫小鱼到了画廊时 苏菲和姬可欣都等在门口了 姬可欣呢 更是有点夸张 一见到莫小鱼回来 上前就抱住了莫小鱼 粉拳砸向莫小鱼的脊背 很是用力 让莫小鱼差点喘不过气了 此时啊 五长龙的车从门前经过 看到这一幕不禁对白鹿说道 哎呀 那看来你的任务有点难度啊 白鹿看向了门厅处的三人 莫小鱼苏菲 还有紧紧抱住莫小鱼的那个女人 这一幕啊 就像是照片一样印在了白鹿的脑子里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先回去吧 你们还没吃饭呢是不是啊 要不我带你们吃大餐去吧 莫小鱼说道 算了还是回家吧 家里都准备好了 吃完就可以休息了 我们都担心一天了 苏菲也过来和莫小鱼拥抱了一下 说道 那行 走 咱回去 莫小鱼说道 上了汽车 姬可心紧紧的依偎着莫小鱼 而且还和他食指相扣 搞得莫小鱼有点莫名其妙啊 今天呢 姬可心啊 算是尝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 在莫小鱼被带走的那一刻 姬可心才意识到 自己在短短的这几天里 居然爱上了这个人 爱这种东西呢 是一种奇异的化学反应 无关时间地点 只关人与人 只要是人对了 其他的 也就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